我被你打算了 我被你打算了 安先生 叫來電話了 嗨 總 安先生 聽說酒店項目 在中國進行的很順利 不過我擔心你 一個人忙不過來嘛 所以我想派我一個 新的得力幹將 過去祝你一筆之力 你放心啊 這個人絕對沒問題 是一個很有能力的 中國小夥子 好 好好 我等他來 娟娟你放心 我不會欺負年輕人的 好好好 拜拜 問候你太太 雅雅 拜拜 好 安先生 出什麼事了嗎 總部要派一個人 來參與這個項目 他說是一個幹將 來幫我 這個時候派人過來 他是不是不相信您 董事局的舉起 推薦一個人來參與 這麼大的一個項目 是正常的 那 安先生 這個人會對您不利嗎 擔心那麼多看什麼 幾來只在暗示 安先生 安先生 劉總到了 來來來坐坐坐 出口來了 是啊 有一些初步的構想 看看看看 你看一下 做這樣嗎 哇 我好喜歡啊 好極了 不過現在 我一個人滿意 就所有的人都滿意 安先生 你的意思是 總部派了一個人 來參與這個項目 所以你要付出 以百分之二百的努力 讓你的設計 無懈可忌 出去啊 對 是不是又去見劉火呀 童建國 你別逼我 你是不是想告發我呀 你以為我傻呀 我到辦公室到處都安著攝像頭 你以為你幹那些偷偷摸摸的事情 我不知道啊 我真是想不明白 你把我的把柄抓到你手裡頭你要幹什麼 你為什麼要這樣幹呢 為了一個劉火 要把我整死是嗎 你既然知道你有把柄在我手裡 那就好了 七星級酒店項目 總設計師必須是劉火 你不得以任何理由把它提出去 放屁 不可能 我告訴你不要跟你嫌亡 只要我童建國在 他留火妄想不可能 你真的以為我不敢告你是嗎 雲七 你為什麼對我這麼狠心呢 我們倆一年多在一起 我對你怎麼樣你不會沒有感受嗎 雲七 對不起 我剛才不知道怎麼了 你原諒我好不好 我有什麼做得不到位的 我改 我一定改 我為了你 我做什麼都可以 你別跟我虛情假意的了 你別跟我虛情假意的了 何雨棋 我最後再問你一次 你嫁不嫁我 這輩子 不可能 去 你去告我 去告我 你正好把我告得超級一點 只要我童建國在 我讓你跟劉火 不會過上一天好日子 一天都不會過這兒 我會把劉火 當成一隻螞蟻一樣 活活的才死 你好自為真 我會把劉火 只要我童年不在 我讓你跟劉火 不會過上一天好日子 一天都不會過這兒 我會把劉火 當成一隻螞蟻一樣 活活的才死 童建國 你別怪我 我心裡只愛劉火 不能讓他出事 你我心裡能幹的 跟餓死鬼投胎是 沒人跟你搶啊 媽 昨天我給劉火打電話 你聽說鴨鴨好像病了 鴨鴨病了 什麼病啊重不重 發燒吧 你給好了 老公 那咋也去看看鴨鴨吧 行 就好好看好我大胃 你們倆不能去啊 怎麼不能去啊 不能看我妹妹啊 就你 黃鼠狼給雞敗你 你沒安什麼好心 我告訴你啊 王熙琳 你離鴨鴨遠一點 你離她越遠 那就是對鴨鴨的好 媽 你怎麼能這麼說熙琳呢 總之就是不能去 總之就是不能去 既然我們不能相愛 那我們就彼此相恨嗎 或許這樣 才是我們生活下去的動力 不是呀 你在家裡妳虛什麼虛啊 你虛啊 我覺得妳是時候 妳該管管妳的鴨鴨老婆了 妳知道她今天跟我說什麼 媽 我還是想回物館上班耶 還有 就生了一點小病 她就非要吃藥打針 現在吃藥 现在小乖在吃他的奶奶 你知不知道 你让我多担心啊 想当年我生你的时候 我发高烧发的四十度 老娘一颗药都没有吃 我这样扛过来了 我觉得她存心 根本不想在家里 好好地带孩子 为什么现在年轻人都是 是吧 妈 肖肖是我的孩子 我怎么可能不好好带她呢 但是 我真的不想做一个 成天都围着灶台转 老公转 还有孩子转的家庭嘱咐 你看你又咳嗽 咱们会去 你进去啊 薛姨 跟你说说啊 晓晴 你说现在的年轻人 怎么这么地骄傲 薛姨 你就不要跟她一般见识了 跟她见识 就容易拉低了你的档次 别渴了 别渴了 走 走 走 你别为了我妈说你不开心 你别为了我妈说你不开心 她也是关心你啊 你现在这个样子去上班 她能放心吗 再说正常的产假 都还剩三个月呢 你那么着急上班干什么 刘霍 你说实话啊 你是不是也觉得我特别没用 就事后在家里带带孩子啊 做一个老老实实的家庭主妇啊 没有 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 我要觉得你没用的话 我怎么会娶你呢 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 你要上班我不反对 但我的意思是想 等你身体恢复得好一点 再去上班 这是心疼你啊 亲爱的 是吗 好 那如果现在换作是何雨琪 她想提前休产假去上班 你会这么想吗 你怎么会提她干吗呢 我知道 我肯定没有她能力强 但是我也有我的事业心啊 我也希望 能够凭借自己的能力 独自在这个社会上生存下来啊 而不是成天都依附在男人身边 做一个 饭来张口 依来身手的寄生虫啊 王妍妍 有那么漂亮的寄生虫吗 女人干家务是最有魅力的 这是个很大的贡献 整个人类社会 就需要这样的女性啊 是你们男人需要这样的女性吗 不是 那 那 好 那孩子需要妈妈吧 这个我总搞不定了吧 我去工作呢 并不代表我就不顾孩子 不顾这个家了 该怎么权衡我心里都有数的 你看 我又没有什么想要大展宏图 我又不想做什么女强人 我只是希望通过我自己的努力 有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天空 如果 我是说如果 有一天 我要独自面对这个世界 那作为一个母亲 我得有身份能力吧 我得给孩子一个挡梦争语的家吧 那 那不会啊 你怎么这么说呢 你不是还有我吗 我不会让你独自面对这个世界的 世事无常 谁又能保证 谁能在谁身边一辈子 我会让你独自面的 雅雅 难道 你对我就那么没有信任吗 难道 在我身边你就那么没有安全感吗 刘娃 火宝贝 出来一下呀 专家 童总 何小姐让我打电话劝你赶紧出国 晚了就看不齐了 我为什么要逃了 他为什么不亲自跟我说 何小姐递到局里去的材料不是开玩笑的 你要是留在谷内肯定免不了牢狱之灾 我逃了也能怎么样呢 话又说回来了 我也能逃到哪儿呢 童话 你赶紧回来吧 哥 有什么急事吗 让你回你就回 机票已经给你订好了 童先生 请你跟我们走一趟 童总 童总 乱约 舍舍 你们去菜 loaded 们来 答 fixed 哥 哥 上车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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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好我 哥快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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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今往后 我和你们佟家 再无瓜葛了 地产大弱 佟建国被警方带走调查 江山谱难保 什么 佟建国 佟总出事了 你看 网上全是这消息 应该是真的吧 也不知道佟化知不知道这事啊 我给他打个电话 佟化不是出国了吗 他哥出这么大的事 他能不回来吗 妈 那个 你先帮我看一下笑笑 我去去就回啊 你说你这孩子 别人都是跑都跑不及呢 你怎么还往上贴呀 我没那么复杂的心情 我就担心我好不又出事 我先走了啊 您这闺女啊 是个贤富爱贫的人 你以为都跟你一样啊 佟建国被抓的事 跟你有关系吗 是我举报的他 为什么 至于吗 我也不想这样 但是佟建国说 他绝不会放过你 谁都有资格批评我 只有刘霍你没有这个资格 因为所有的事情 我都是在为你做的 你不要口口声声说 都是为了我 我没有要你做 那么多奇怪的事情 只要能够帮到你 任何事情我都愿意做 刘霍 因为我爱你 你现在看起来好陌生 我要不要看一声 你不要看一声 感觉那么冰冷 没有你的温度 一切都不完整 你不要看一声 没有你的温存 没有你的温存 你看你就痛不遇上 要怎么平衡 孤独的体温 我竟变成无可救药的人 花 花 你回来了吗 我知道你一定回来了 你别躲着我 你给我开门啊童花 你别躲着我 你给我开门啊 花 花 你给我开门 花 你给我开门 我知道你一定回来了 你别躲着我 你给我开门 花 花 你给我开门 花 你给我开门 芽芽 你走吧 我不走 我今天不见到你肯定不会走的 我今天不见到你肯定不会走的 花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你就跟我说 兴许我能够帮到你啊 你帮不了我的 现在能帮我的治疗律师 芽芽 你还是走吧 你这样我怎么能够放心得下呢 我不想让你看到我床妹的样子 我现在一无所有了 我哥进去了 她的一生完了 她的一生完了 我的一生也完了 我再也不是以前那个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的童话了 我已经一无所有了 芽芽 你别这样 不管怎么说 你还有我呀 我在你身边 我是你最好的朋友啊 对不对 你给我开门好不好 芽芽 我求求你让我静一静 我现在谁都不想见 好 喂 安先生 我已经在酒店楼下了 马上就上来 可以去在这儿快 何小姐 据说童建国因为偷射漏射秘密 是你向检方提供检举材料 真的是这样吗 您跟童建国是恋爱关系 请问 您不认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你是属于正义感 还是有什么私人恩怨 谁跟你们说的 你们有什么证据吗 是童建国的妹妹打电话到报社亲口跟我们说的 难道这还有假 简直是无济之态 我跟童建国没有任何关系 而且你们这些记者怎么能偏听偏信呢 还有没有点责任感呢 她偷税漏税 你们为什么要来问我 据说你是童建国的契约旗人 你是在报复她吗 简直是胡闹 好了好了 你们不要太拍了 来 各位 各位各位各位 各位朋友们的朋友 各位你们好 在这件事情没有搞清楚之前 请大家不要胡乱的猜测 不过假如童建国先生真的犯了法 她受到惩罚是应该的 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 这件事跟何小姐绝对没有关系 来 谢谢 来 谢谢 阿先生 谢谢 阿先生 什么关系 阿先生 请就回答我们的问题 阿先生 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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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姐 我想知道你现在代表谁说话 安总 您是个明白人 我明白 我完全明白 从建国发生了这件事情以后 合作的计划肯定要取消的 那怎么说 留火就可以顺利进入了 我不希望你以后 插手这件项目了 你知道你这样做影响多少人吗 这项目现在陷入丑闻了 我非常抱歉 安总 但这件事情 确实有逼不得已的原因 不管什么原因 都要考虑好过 这件事情说起来 这件事情说起来 安总 您也脱不了干系的 如果当初不是您的话 我跟同建国 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你跟同建国有什么矛盾我不知道 我也不想知道 同建国被你毁了 我不想看到 爹大上留意 一公一私 我不要见到你们这上任何关系 你明白吗 明白 我跟你们坎目 中国有什么东西 因为她们天下 怎么样 还是嫁的感觉好吧 愣什么 先把行李放去房间吧 土方 我看还是算了吧 我别住这里了 为什么 这里是我们的家呀 可是这里是你家 并不是我家 我的就是你的 还是不一样 向辉 我哥发生了这么大事 你还是不打算陪在我身边吗 童话 你放心吧 我会照顾好你的 但是不一定要朝夕相处 可我们是恋人呀 为什么不能朝夕相处 童话 童话 你在家吗 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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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睡醒 你眼睛 像天影 如已开 笔רט的温柔 我就无法呼吸 你 桑 你在家吗 我在你家门口呢 我特别担心你 欸 我们俩见个面吧 杨央 我们还是老地方见吧 好 我来找你 那些记忆都争改变默契 不有一丝隆迹 玩不着你才能力 你还是在想他 你还是想见他对不对 东建国 你头疼 进来 安先生 郑主席派的人已经到了 快请快请 好的 向先生 有请 安先生 向总 请坐 请坐 向总 时间在长久 委屈你 暂时就在这里办公 过几天我会安排一个适当的地方 帮忙你工作的 谢谢安先生 这里已经挺好了 这次总部派您来 是让你负责项目的设计部门 这方面你有什么想法吗 是 没错 可是我认为现在要排除隐患才是当务之急啊 隐患 对 对 安先生 这里是七星级酒店项目有异想的合作公司资料 但是现在童建国不是出了一些事情吗 我认为之前跟他有异想合作的合作商都需要重新调查考核一下 这样从果然是一路备而来想的一做到啊 哪里 这是谨慎期间而已 谨慎就好 好 这事情全权处理 放心吧 先生 我一定尽快给您一个处理答复的 你怎么在这儿 天气预报说今天会下雪 你说为什么还没下呢 我再问你 为什么你在这儿 你还记得吗 那年雪天 我们约着去滑雪 后来因为其他事情给耽误了 到今天都没去成 刘华 要不然哪天我们约着 我好想跟你一起去滑雪啊 时过今天呢 现在说这些一点用都没有 我再问你 为什么你在这儿 你还关心我吗 我不是 就是一只小猫 一只小狗在这儿 我也会关心它 我突然觉得我没有地方可去了 我身边甚至连一个好朋友都没有 我身边甚至连一个好朋友都没有 因为这些年 你是我的全部 你是我的中心 我都没时间去交朋友 你说可笑吧 那么冷的天 你在这里等我回来 就是为了抱怨我吗 不是 我只是觉得我自己很可怜 付出了所有 到后来就落到这样的下场 连个弃生之处都没有 你非得让我觉得我亏欠你 你才开心是吧 你灵活就是亏欠我 但是这笔账我不会向你讨 因为我只要你记得我的好 我什么都不需要 我只是想天天能够看到你 不管我心里有多苦 我只要看到你 我就知足了 有话 我想要一个家 你能给我吗 云云 孩子还在家 我先 我先回家了 云云 丽莎 我找你有事 白办公室见我 白办公室见我 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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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七星级九段时间的下午来讲 现在同建国被调查 他的公司一定没有资格见过 而安查尔那边 也一定会吸纳新的公司进来 对我们火器公司来讲 这就是一个天大的机会 我们公司虽然规模小 但只要仗座漂亮 我们还是有一定胜算 维莎 现在我们得抓紧时间了 可是姐 这件事不用先咨询一下刘总吧 你先瞒着他吧 先瞒着他吧 我怕他顾虑太多 以至于错过这个让火器公司 飞速发展的机会 我们把该做的先做好了 到时候 在后面推他一半 姐 我发现 你才是最适合霍哥的女人 你俩还会在一起吗 看缘分吧 云云 我跟何雨琪 你不是你看到的那样子的 热火 如果我们两个现在没有结婚 现在在点衣服的人 会不会是何雨琪啊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绝对不会是他 我绝对不会再跟他有任何交集的 这个世界上没有事情是绝对的 就像我们俩 认识的时候也没有想过 我们俩会结婚呀 而且你和他 还有一段我无法替代的过去 对吧 那你跟向辉也有啊 难道我也应该对你没信心吗 这我们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我们有太多的不一样 刘霍 你是完整的 我不是 我是残缺的 还有何雨琪 她是你的前女友 她对你没有死心 佟建国出事之前是 之后 她会更加地忘不了你 你管她怎么想干嘛 我们过好我们自己的日子不就好了吗 有她才怎么能够过好啊 我每天都在担心 你往回家 会不会跟她在一起 有的时候我跟你打电话你没接 我会在想 是不是她在找你 就像刚才 那样 对不起 对不起 不要 所有人都可以跟我说对不起 但是你不要 从我们两个认识到现在 你帮我的太多了 不管我们以后会怎么样 我对你 始终都是亏欠的 我没有资格去责备你 我也没有资格去怨恨你 但是 我能提个小小的要求吗 如果有一天 你打算离开我 请你事先通知我 给我个理由 当面说清楚 不要不联系我 也不要 再让我当一次傻瓜好吗 好吗